如等邪魔歪道 哪里的 小小俗辈 还望想阻止我两大魔忠 屠路人间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无自面丽 两大魔忠而已 由我能封在修想斗铁 狂妄 严死的蠔鱼 九天福寿 阿罗神宫 我等苦修千年 学会已突破杜杰重心 而你还只是 停留在杜杰出现的蠔鱼 一朝下去 定将你碾成鸡粉 无许的 鸿蒙造 浩然正气 你竟然突破到了 固界大人门 真是寂寞 恭喜神尊 斩杀两位魔尊 一同九界 原以为 借助于两大魔尊一战 可以让我突破到至高前级 没想到还是不行 看来心结未解 终究是难以分 神尊到底被何心结所谓 三千年前 我还是天仓大陆的一介凡夫 赵福田尉夺我林家之宝 竟舍计将我打伤 并抛入血 林哥哥 永别了 此处 似梦宁一般 缠让我千年 我注定无法争得大道 神尊 这是要回去了吗 神域三千年 繁界的天仓大陆 不过是三年二年 有些账 你该算一算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 公送神尊 天仓大陆 我终于又回来了 赵勋啊赵木天 你一定猜不到 我还活着吧 雪儿 雪儿 林哥哥 雪儿 你猜 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呀 什么 你不是想提升自己的五脉吗 这是我林家传承下来的 质保九转大环丹 你吃了以后 一定可以让自己的五脉 突破到天井 谢谢林哥哥 这就是传说中的九转大环丹 啊 你来了 赵叔叔 啊 我真是九转大环丹 父亲英语 跟这废物演了一年多的戏 也算是没有白费力气 雪儿 这是什么意思呀 林峰 你以为我真的会爱上你这个废物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你觉得你配吗 杀了他 绝后换 这 这 我看 林哥哥 你别了 赵雪儿赵木天 若不是你们将我打下悬崖 我也无法得到这样的气费 成为警戒 当年的仇恨 我必将让你们百倍偿还 神域三千年 繁界的天苍大陆不过三载而已 林儿长大了 娘却藏到了不少 林儿 林儿 你是 三年不见 长成大姑娘了 你是少爷 少爷 真的是你 你要活着 真是太好了 不然 少爷回来了 少爷回来了 不 不 孩儿不孝 孩儿回来了 老太王 想通了没有 今天可是最后十日 要是再不识相 那就别怪我弄不客气了 你啊 他们是谁 少爷 他们是天狼帮的人 在枫月城势力滔天 无恶不作 得罪了他 他们是天狼帮的人 难逃灭门之祸 林儿 夫儿进去 这事我来处理 少爷 我们先进去吧 这个房子 我被卖 我们走 导致今日何必当初啊 既然如此 那就签字画鸭吧 以后 这里就是我天狼帮主的地盘 你们这一家的贱人 以后都是我的奴仆 你们这一家的贱人 以后都是我的奴仆 老贱妇 你只需每日给我端屎端尿 小妞 你只负责每日陪我双香到爽 你 你这欺负我们林家没人 江坡江里啊 在这枫月城 我天狼帮就是天理 能成为我天狼的仆人 是你们这等贱人的福分 别不识趣 你们 娘 这事就交给我吗 我林儿把娘送回屋内 叫你还被吓到 少爷 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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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意思 还要和我松手 还你身上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 不过是个连出武镜都不到的废物 我随便两个出武三重的手下 就能把你踩死 你要的灵气波动 是这样 他怎么有这么强的气息 不可能 跟我弄死他 阿米赖 龙儿 我收拾的剑姐是为明明比这飞物高出两界 他居然只是太少却把他们击败了 树辈 让剑城向我灵不尽的超差势力 就消灵雷 好霸道的气息 就连天雷都被他引动了 天马流星锤 怎么可能 同界之内无人能当中我的流星锤 这可是武俊镜大能才能做到的 跪下 好强的威丫 这这夫人是武俊 变得这么厉害了 想死还是想 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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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活的话就跪着过去 给我母亲赔礼道歉 如若违逆 死无全是 夫人饶命 小人再也不敢了 还是夫人恕怨 天皇帮主 你赶紧起来吧 夫人要是不原来小人 小人不敢起来呀 我原谅你了 你起来吧 多谢夫人 小人以后愿安前马后万死不死 要是有人敢欺负夫人 那就是跟小人过不去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过来吧 我有话跟你说 大人 有何吩咐 以后 我就是你的主人 只要你忠心 我可以帮你 一身修 以后您就是我的主人 我一定赴唐到 我在所不辞 太神奇了 我感觉全身经脉 正在加速运转 堵在班前的阻气 正在渊源不断 排除奇怪 不会是武军镜的大 我在零武镜七层 滞留了十年 没想到主人这么轻松 就不我托了多些赌人 我来吧 倒是您的脚 是怎么回事 你们帅的 少爷 你有所不知 三年前 赵家说你有意欺辱赵巡尔 被赵家发现后 慌乱之下 洛牙身亡了 而这赵巡尔 却被检测出了天洁武脉 修为大增 有望进入林霄宗 还有林霄宗的一位核心弟子 订了婚 光业成第一送门林霄宗 看来赵巡尔是想 叛负林霄宗的关系 胡说八道 夫人也不信 就去找赵家理论 学府 却被赵家打断了一只 别赶了出来 娘 还要不老 让您受苦了 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现在赵家势力太强大了 而且过几日 就是赵巡尔的十九罪深沉宴了 到时候 天津俊的其他家族都会来祝贺 你们烧热不起的 陈祖家冒 请咋温暖 许臭为兵 没事吧 弟弟 分杀东西 陈祖的马阵你也赶来找死不撑 没看他差点撞到人了吗 你赶紧让开 我们赶路 要是耽误了事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这个小子到头雷了 竟然敢得罪陈祖府 陈祖府也不能如此早见人民 这些银子够不够 你要是再武力取闹的话 休怪我不客气 行 休到武力 爹 您赶紧坐好 我们马上就到云莱商废了 苏承主经脉被毁 枫叶辰无人可救 早晚都会修为权势 成为废物 混账 你敢诅咒我爹 我 小娘 休得冲动 小兄弟 能看出老夫的伤 不仅能看出 我还能医治 有此话当真 爹 您当真相信他 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若是治不好 苏承主可娶我相上人 小友严重了 既然小友如此自信 那老夫就让你世上一世 爹 小友 这边请 苏承主喝下这个药液 并转功法即可 剩下的交给 我爹医生在零五进九重 已经停滞了三十年 就算神武进巅峰的大能 都会能助我爹 突破境界 我在你身上 连离奇波动都感受不到 你能有什么办法 我爹有三上两爪 我一定杀了你 爹 爹 来人 把这个骗子给我拉下去杀了 不可 是小友救了我 不得无礼 苏承主的筋脉已经恢复 快速吸收药液 勾住你突破到玄武进一种 想不到 这丹药 就瞬间就将我爹预计的狠毒 一扫而空 在丹药的价值下 爹丹田 犹如蛀蛀的一股狂风 运转得更加汹汪 没想到我苏云霄 有周一日能突破到玄武进 三十年的境界智库 终于被老夫打破了 小友 大恩不言谢 刚才都有不尽 还请先生恕罪 苏小姐的五脉等级 应该是玄界吧 是 我可以让苏小姐的五脉等级 提升到圣界 甚至是黄界 什么 还请先生相助 与您感激不尽 好 赵婷儿 你不是封业城 和你天之交流 那我就不想 比你更优秀的天之交流 我要练成一枚 极品九转大黄丹 什么 极品九转大黄丹 就算是封业城 最厉害的云南商会的古大师 也只能练成二品单 不要说是极品九转大黄丹 就算是九转大黄丹 古大师也练不出来 你生 八卦小妹 何臣大斑 苏姑娘 蓝药已经练成 多谢高人 修炼士不像 便可冲你突破到圣界五盘 少阳 你不能好死 送你们去赵家做家门 那是你们八卫子修来的狐犯 你修小 没想到一段时间过去了 你竟然长得如此水凝了 这人太深 脾气还不小呢 我告诉你们 我姐天资聪敌 很快就会成为林霄宗的弟子 以后 以后在封业上谁敢捂令我们赵府 就是死路一条 送你们去赵家做家门 那是你们八卫子修来的福分 你修小 我们家少爷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小弟子 这样吧 你来到我房间 好好地伺候 要是把我伺候叔叔 说不定 我就让你做 天生丫鬟 做梦 看我做不做梦 给我把他抓进我的书房 走 不要 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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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 林峰 你没死 不要 你没事吧 你可恨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来的正好 现在就把你抓到我姐面前收罚 你要欺负我 找死 你这个废物极竿威胁我 给我把他死者打乱 呀 剑军说不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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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两位侍从都是真物极异兴强者 这废物只是触境 又怎会接触他们的一击 你你别过来 你要敢动我 我姐不会放过你的 我先暂且饶你一条狗命 回去告诉你赵家 我林峰回来了 你给我等着 等 等 等 风啊 赵家在崩叶城一手这天 咱们是得罪负齐的 正好 我要去一趟赵家 辛丑旧账 姐姐 千真完全 那个林峰死了不生又回来了 而且 他好像变了几个人 他一招就没有伤到我的两个兄弟 爹当年将他打伤扔入悬崖 他竟然没死 命还真是够大的 不过那又怎样 我马上就要成为林峰宗的弟子 陈家陈浩天的未婚妻 就算他回来了 又能奈我何 他也只能在泥潭里养事物 弟弟 等我的深沉宴结束 你同我去一趟你家 再饶他死一会 好 我们就让贵 在狗院残诚一会儿 你没请 林哥哥 请啊 哎 出事情铁方可进入赵家 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去的 你不过是一个看门狗而已 别配男了 你放屁 扔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这里可是赵家 那你滚 那我让你死不当身之地 惨动我家主 找死 天狼保主 你竟然帮这个小子 信不信我弄死你 滚开 主人 这树下来迟 还挺不愧的 天狼保主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就是我天狼的主人 有什么问题吗 既然你来了 那这儿就交给你 是 感谢诸位来参加小女的闭门生辰宴 大家请不要拘谨 一切随意 能够参加赵小姐的生辰宴 是我等的荣幸啊 这以后还得多劳烦赵家主和赵小姐的多多关照 赵小姐马上就要进入灵霄宗 真是献杀我等啊 赵小姐就好比拿九天凤凰 我等在赵小姐 我等在赵小姐面前都将黯然失色 过假 过假 一群马屁鲸 这个贱人的臭脚 有这么好甜吗 这人谁啊 竟然敢在这里羞辱赵小姐 难道不知道赵小姐马上就要成为灵霄宗的弟子 谁知道呢 总有人喜欢寻死 胆敢与赵家为敌 他真是自寻死路 林峰 你好大胆子 竟敢到赵家撒你 林峰 你果然被死 像你这种薄青拐的贱人都活得好好的 我怎么可能会死 混账 给你脸的是吧 先敢污蔑我姐 我不想在我姐的生日夜上进行 所以 你现在最好给我姐跪下来磕三个小童 然后滚出去 我可以救我们就 否则 死 死 今天死的 是你吗 林峰 你这个废物 竟敢口出狂言 我昨日吃下神丹 近日已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我轻轻松松就可以将你捏死 你既然不跪 那我就打到你跪 赵温子起码达到了真武进武冲的实力 一旋下去 这小子定会被粉身碎骨吧 怎么可能 他一个出武镜 怎么能挡住赵公子这一击 是让我下跪 你这蝼蚁还不配 混账 我让你活着离不开这 是这样会下 林峰 放开我儿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姐 快杀他 害他将来老子死老太婆 你要将他牵斗完剐 你还敢踢我娘 你们打住了他的双腿 更该死 你要敢动手 我叫你顺势万组 好 那就死吧 林峰 林峰竟然把赵公子杀了 林峰 谁杀了 卖绝醒 好强气息啊 不愧是天界五脉 再给他一段时日 他一定是这里最强 这小子 看杀了赵公子 这回 肯定要杀了他 让他灭门 林峰 我没想到你不仅没死 还能成为武者 你杀我弟 闹我深沉厌 坏我名声 该死 杀了他 替赵公子报仇 杀了他 这种火害 必须死不足心 杀了他 杀了他 谁敢杀我主 拜见林大人 这苏承主 怎么对这小子这么高兴 这苏承主 怎么对这小子这么高兴 居然有天狼帮帮主 天狼帮帮主 一向心狠手辣 就连赵家都要怕他三分 可是 却喊他为主人 你们敢与我作对 就是跟我赵学二过不去 你们可要想清楚后果 赵家主 你们要是想杀林大使 想问我苏云娇 公子同意 还有我天狼 苏承主 天狼 我要亲自动手 你们在一旁看着就行 林峰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 唬住苏承主 和天狼帮帮主 但凭这一点实力 你也敢如此大人不惨 今天 我就要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这是张马静九虫 林峰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的实力 我杀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还不该给我跪下 他 他何时跟他这么抢了 我的灵灵 竟然完全被他压制住了 开队下半天 是 赵小姐 怎么给你 我从下跪里 一定是错觉 这怎么可能 赵小姐可是真武精九虫啊 找死 好霸道的气息 难道赵家主要亲自出手 他可是林武精武虫 同境界再无敌是 这小子必死无疑 赵家主 这是他们之间的恩怨 若是想插手 就怪我不客气 苏承忠 没错 我不但恢复了 还突破到了玄武镜 玄武镜 苏承主竟然已经突破玄武镜了 他们是重伤不治了吗 赵木天 你要不要试试我现在的实力呀 苏承忠 虽然你已经修念到了玄武镜 但你可别忘了 我们赵家背后是天宁郡的陈家 还有林萧宗 选一个钥匙少能一根头发 陈家和林萧宗都不会善罢甘休 林芳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活下来的 还拥有了这种手段 但你敢杀我 我是林萧宗未来的弟子 陈家陈浩天的未婚妻 就你 你说的陈家 林萧宗 在我看来都只是蝼蚁 无知者无畏 就算你无畏 你娘还有妙龄呢 求此小大的灵力 简直令人不寒而栗呀 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 敢拿我娘来威胁我 林芳 你住手 不然我杀了你 杀我 你们还不够资格 若是陈家和林萧宗来 我捏了便是 好大的吵气 啊 好大气息 陈家陈一旧被这块强劲 我也能震慑到 倒是要看看 是谁这么狂 连我 薛武进 陈家都不放个眼脸 是陈家的长老 林武进巅峰的大能 据说他一人就投进城帮两大宗族 人圣外号 怒佛罗洒 陈家老 就是这个人 杀了我儿 还羞辱玄儿 甚至 还看不上陈家 还有林萧宗 混账 赶快放开全二小姐 对我主人快点 否则我弄死你 倒是 老家伙 天狼 你不是他的对手 让我 不然说的话 你只有一瓷 我倒想试试 找死 陈家主 那我苏母人不存在吗 你是何人 冯叶城城主 苏云霄 小小城主 也该跟我陈家作对 你可知道 什么后果啊 陈家是很强 但是林大师有恩于我 我不能做事不管 大不了我这城主不当了 你们也休想伤 林大师非好 你护不住他 是吗 那这样呢 你不过是林武镜九重巅峰而已 而我已达到了玄武镜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以我成家为敌 你带天勇军 再无如神之地 只要有我在 这天仓道路 没人动得了他们 瘦子 你试试看 放心吧 我不会去他的命 这样 太骗你他了 你对我做的一切 你对我娘做的一切 我只是杀了你 又如何能够无伤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你作为一个 跟我有婚约的人 这便是你这辈子 最隐隐瞄的事 但从这个开始 我们便是天上地下 我将地灵九天 而你却没有资格陪我军灵天心 这将是你这辈子 最错误的决定 地灵九天 军灵天下 狂妄 无知 我知道 林小宗半个月后 会来天舞镇考核 要选逼死 届时 我也不许了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天阶五脉 在我的眼里 就是个笑容 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你再一次 被我踩在脚下 好 我得要看看 你怎样把我踩在脚下 在林小宗考核之前 你们赵家所有人 自费修为 自断双腿 到我们的面前道歉 否则 考核结束之日 便是你们赵家 灭门之事 我会让你们知道 什么是恐惧 什么是绝望 就想这么走了 未免太简单了吧 怎么 要对我出手吗 玄儿小姐 来我陈家未来的儿媳妇 你羞辱玄儿小姐 就是羞辱我陈家 说让你这么走了 我陈家还有何隐门 陈大佬 我说过 你若是动手 我不会坐视不理 我若出手 就是欺负他 他不是狂吗 好啊 那就让我陈家的主人出手 他若是被我陈家的主人打败 他就没有资格 参加林小宗弟子的考核 更没有资格 在这儿上口 行 你们想找死 我就陪你们玩玩 你们想找死 我就陪你们玩玩 上生死台 生死台 这一旦上了生死台 生死可要自负 你需要死一个人才能接住 你这是在找死 我陈家随便一个儿郎 都可以要了你的命 上生死台吧 生死决斗 马上开始 那小子 今儿 必须要死 师父全力 切不可听敌 是 早就像宰了 自然是不能让他死的这么轻松 得让他知道 挑衅陈家的下场 我 陈凤 上来受死吧 林大师 你一定要小心一些啊 这要量小丑而已 不须担心 咱们挑衅我们陈家 你要现在下跪磕头求饶吗 可以让你死的干脆 就你家的残暴 这是林肖哥的内部 若是林肖哥都是你这样的人 会你也太 死到临头了还敢这么大眼路残 陈飞哥 一定要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是灵气赴剑 不愧是林武镜酸醇 果然强后 这个气息可比林武镜三通强很多了 这个林峰啊 死定了 林峰 有些人 是永远不可调性的 释放你的气息 我看你能够忍多久啊 哈哈哈哈 不好 林大师根本就不是陈飞的对手 陈飞船 陈飞舟 生死台上你要插手 那可就是坏规矩了 不知道罗尔尼 想赐货你的胆天 想赐货你的胆天 陈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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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如此恐怖的一击 要知道陈飞一剑的威力足以披开一座巨石啊 陈飞 这小子 太恐怖了 什么天洁 林峰从内门 太弱了 怎么可能一招将陈飞哥斩杀啊 居然一招秒杀陈飞 他到底是什么实力 你混账 你敢杀我陈家的人 你找死 陈长老 生死台上生死有命 你想破坏规矩吗 你也太笑看我们陈家了 连一个处境都杀不了 我陈家岂不被人笑话 是上品神兵天不见 是上品神兵天不见 警察动用杀招 太狠了 林大师 你小心 不出手了 此极可将周围兵器容拒之间 即使轩武器的打能 也难以抵挡 林峰今天 必死你了 别摸着 不 不可能 林峰正在用玄节功法 八卦玉龙诀化解天魔剪的天地神力 太逆天了 玉龙好天 如果我想杀了 你已经死了 不可能 陈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明明只是出入境 小文大 隐藏了信息 陈销 林大师又赢了 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不会还要挑战吗 这边是再挑战 那也只是送死而已 是那个仇 我们陈家记住了 他日必须让你们百倍偿还 感到恐惧了 真正让你恐惧的还在后悔 林峰 我承认我之前的确是小瞧了你 但你在陈家与林萧宗眼前 依然是蝼蚁 我绝对不相信 你能承受得住他们的怒火 所以 我会让你越来越恐惧 最后到绝望 我们走 林峰 你休要得意 鹿死神手还未可知 我赵旋儿绝对不会输给你 家主 小姐 林萧宗送来了东西 这是浩天哥送来的两枚新单 定能助我突破境界 在考核的时候 我一定会打败他 不愧是宗主的清床弟子 出手就是伟念 令峰 你以为你赢定了吗 笑到最后的 一定是我赵旋儿 林大师 陈家是天武郡的九大家族之一 而林萧宗 也是玄州最强的宗门之一 由武郡强者作证 林大师 您真的有把握吗 武郡 不过是蝼蚁吧 难道林大师身后 有强大的势力撑腰 还没有人有资格为我撑腰 你们不必为我担心 苏小姐的五脉 已经突破到圣街了吧 是 还得感谢林大师 突破到圣街 这是第一步 我再传给你一部功法 这半个月你好好修炼 我再给你练一些丹药 半个月内 你一定给你赵旋儿 我已将功法传入你的十海 爹 是天杰功法 天杰功法 天杰克是天仓大陆 最高等级的功法 即便是林萧宗 也很难拿得出来啊 回去好好修炼 好 公送雷大师 这林大师究竟是什么人 浩天哥送来的丹药果然不凡 一颗就能让我突破到林武清二重 如果再将天魂容血丹服用的话 那我 应该可以突破到林武清五重 父亲 雪儿 修炼得如何 已经突破到了林武清二重 浩天哥给的两枚丹药 应该能让我突破到林武清五重 林武清五重 那也不够啊 陈飞 那林风一招秒杀 我怕你在考核的时候遇到林风 也不是他的对手 你们绝不能让林风 活到考核的内定 必须尽快解决他 父亲有什么对策 解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五家五重阳和苏宇宁有婚姻 让五家知道苏宇宁和林风那小子勾搭在一块儿 五家知道后定不会罢休 到时候我们不出手 林风必死 林风 林 风儿回来了 吃下这个丹药 你的腿就能全力 真的吗 我的腿还能恢复健康 我我腿好了 我腿好了 我腿好了 谢谢儿子谢谢谢谢 你说什么呢 我是你儿子呀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儿子长大成人了 不过你今天杀了陈佳那么贵 陈佳不会放过你的 去去陈佳 我还不放给你 乐阳 什么是如此愤怒 说明您那个贱人 竟然敢与别的女人通见 我要去封建城 谁敢勾引我武中阳的女人 竟然有这种事 我五家愿意到苏家联姻 那是他们的荣性 现在发生这种事 显示是我五家的耻辱 毛路 其长老 嗯 陈佳一起去 我五中阳的女人 只要死路一条 小小的枫叶成城主 也敢羞辱我武家 真是不值此活 现在就进城 让情况说实 他们都得死 走 黑龙 照顾好我娘和林二 我要去趟云南商会 是 是林宝的气息 老板 这物件怎么卖啊 五十两 好我要了 这东西老子要了 兄弟这似乎是我先看上的吧 你先看上就是你的吗 小蛋 这东西你卖给谁 这怎么 我说一百两 你们以为你们这样一唱一和 我就会上当 这东西我不要 五十两就五十两 交个朋友吗 你小子以为看穿我的伎俩 你就占到了便宜 实话告诉你 这东西根本就不值钱 一两银子都不值 小蛋 你现在后悔 也没用了 有眼无处 你什么意思 小兄弟 可否将这些物质 让老夫看看 请别 老刀 你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这就是老子捡那块费碟 根本就不值钱 老吴支掌 云南会馆几十年 建宝屋 难道这珍宝与废铁 都分不清吗 你就那刘会长 刘会长 你们不也看多眼了吧 这真是我捡那块费铁 你们这种环顾俗词 当然看不 小兄弟 你可否将这些物质 卖给老夫 我愿出五百两 五五五五 不是 五百两 刘会长 你别让他给坑了 闭嘴 这东西 一万两我都不 小子 你什么态度 云会长看上的东西 就算一分钱不给 那也是你的荣幸 你懂吧 小兄弟 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但老夫 目前确实看不 这件物件 具体值多少钱 我说过 多少钱 小子 你这是找打 如果你有兴趣 我可以告诉你 这道理事 啊 小兄弟 你也要兴趣 小兄弟 这物件到底有何特殊 好崇敬啊 这物件当中 居然还藏了个宝贝 这是什么灵食 老夫从未见过 这是紫金神石 就这一块神石 相当于一万紫金神石 难怪小兄弟 不愿意卖我 啊 小兄弟 我这里有很多宝贝 麻烦小兄弟 帮我长长眼 这字号很有意思呀 小兄弟 好严厉 这部字画 是千年殊胜所形成的价值连成了 比例浑厚 尽到很足 的确是好字 不 不 这字画 有些 莫非小兄弟 你认为这字画 是假的 不可能 这字画是真的 不过 内藏学 好大的口气 敢对爷爷的藏品平头伦组 我看你就是胡说八道 忽悠爷爷 这是我的孙孽 您明心 他从小也跟不学一见 什么 算有天赋 爷爷的建厂能力 在枫叶城 他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就算是放眼整个天赋剧 那也是名列前茅的 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勇气 敢对爷爷的藏品 平复 允信 不得无力 小兄弟 你刚才说 这字画内藏玄机 可有依据 你要是能说出个紫丑银毛来 我就信你 否则 必须道歉 你们信不信我 我并不在 你 我看你就是心虚了吧 有我在 就想忽悠我爷爷 小兄弟 若是你能够证明 这字画有问题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送 那好 余会长看好了 你 你竟然把这幅字画给毁了 我看这才是你的珍重用意吧 爷爷 我看应该立刻把他拿下 千万不能让他给跑了 小兄弟 你这是何意 你们再看 这是画中藏画 乾坤见诀 与会长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之前提到的书生 应该也是难见到 以书法都见到 以笔为剑 只别杀人 这每一笔都要见 没错 没想到 这乾坤 失去了千年 竟然藏在这自画之中 这乾坤见诀 可是地阶初级武器 驾驶连城 若是传出去 将会引来无数强者 我 对 小兄弟 请我宣扬出去 地阶初级武器 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值一提 那也太大言不惭了 地阶初级武器 那也是有价无事的 你居然还看不成 与会长 听好了 乾坤万法 见诀 爷爷 不必紧张 他只是在领悟 乾坤见诀的见语 什么 哪有见语 道病行而不畏 万物病遇而不害 原来此见诀的奥秘 是借助天地来吃 请拜 我误到了 师尊在上 求受小弟一拜 爷爷 您这是 还请师尊 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与会长 请起 我还没有收弟子的打算 不过 你若是留在云南商会之后 有机会也会提给你 您不愿意 输我为徒 那也不勉强 大便 以后您来我云南商会 你想要什么东西 尽管挑戏 好 此次前来 的确是想找一些药材 炼制丹药 您 您还是炼药师 就请按照上面的准备吧 愿意 不知您如何称呼 林峰 那我以后称呼您林大师吧 您要的东西 都在这乾坤袋之中 不错 那我就不打扰了 告辞 告辞 爷爷 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我看他年纪跟我也差不多 哎 他能让我瞬间顿悟乾坤见诀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亏了林大师 苏承主 林大师 有失远迎 不必多礼 今日前来是给苏承主和苏姑娘 送昨日炼制的丹药 多谢林大师 苏母实在是无以为报 林大师 昨日你传授的功法 不愧是天阶功法 仅仅修炼一个晚上 看比住人还要多 那是当然 这圣洁的五脉 加上天阶功法 修炼速度自然不快 我这还有一部 天阶的武技 现在就传授给你 天阶武技 要想在林霞宗的考核 大放异彩 力压各路群雄 这天阶的武技 是必不可少 好厉害的功法 林大师 你真的太厉害了 苏宇宁 你这个贱人 吴忠阳 你还不赶紧冲开他的手 吴忠阳 你来得正好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 我不会跟你成亲的 苏宇宁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女儿 真是不值廉恥 我武家 可是天舞郡九大家族之人 苏宇宁 身为武家未过门的少夫人 居然与人通奸 简直就是我武家的尘肉 你们修咬胡言 吕宁云大师 光明磊落 并无通奸 是谁在造谣 还能有谁 赵权而赵家 可恶 他们这是小姐 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 那要看这把刀 够不够锋利 在天舞郡 还没有人敢以我武家为敌 苏宇宁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杀了这个家伙 我可以原谅 武家的名声不可辱 今日 苏家选择错误 灭族 林大师的能力 比你们想象中要强 你们武家 若是能对林大师客气一点 奉为上宾 我敢保证 武家日后在天舞郡 定当成为地狱家族 这小子不过出武镜罢了 就这样的实力 在我武家 连一个杂意都不入 就凭他 也想让我武家奉为上边 苏宇宙 你是老糊涂了吗 既然你们不愿意动手 那我亲自动手 斩了他 那我亲自动手 斩了他 孙医教 没想到你不仅恢复着伤势 还提升了修为 不过 凭你宣武镜一宠 还不够资格 做我的对手 林大师 我家今日恐怕不会放过我们 你带着宇宁赶快离开 我还能拖住他们 就像你 也妄想拖住我们 今日 谁也逃不掉 老夫就是死 你们今日也休想得逞 爹 我不走 苏宇宁 你这个贱人 就算是死 也不愿意回心转意是吗 根本就不喜欢你 他会回心转意 好 说的好 那就别怪我吴婷 齐长老 一个不留 杀 嗯 林大师 苏宣忠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让我来 林大师 你 你 一个小小的出武镜 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随便一个手指 就能把你捏碎 林大师 一定不要逞强 他们可都是玄武镜的强者 小子 你会为你的污汁付出代价 我看这只这么不像强者吗 嗯 我来受死 我来受死 小子 够狂 干挑衅老夫的威严 老夫一定让你 生不如死 不知死活的东西 武长老只要稍微动手 你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 武长老 千万不要让他死的那么痛快 我倒让他看看 得罪林家 不仅要死 还要灭族 好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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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同学的威丫笼罩 林大师根本动难不了 没想在我的威丫之下 你记得还能做 必须让我进三次 不想给我生下威丫 武长老 这不可能 一直就没有杀了武长老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下一个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折罪我武家 就只有死路一条 小子 啊 七夕 这是最强第五进的七夕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第五进 抢着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第五进 抢着 好恐怖的七夕 用大师到底有多强啊 武家不是喜欢当刀猫 那我就决断这把刀 现在给我叫 把你武家最强的人叫来 我的人就别来了 杀得我 不尽兴 没意思 爹 七长老被杀了 快来救我 就算你是天武精 也无法与我武家抗抗 我大客武中天 是灵霄宗 乃是灵霄宗大仗老千全逆子 得罪我武家 就是与灵霄宗为敌 呀 我不杀你 就是让你看 武家一个个死在我的面前 你知道 什么叫做威严不可侵犯吗 什么人 干啥武家做人 找死 大仗老 找死 找死的人是你 第五进六中 没意思 叫人 继续叫人 这样才杀得有意思 大仗老 他的实力很强 我无小学 区区一个黄口小儿 竟将你杀成这样 更是将你的胆吓破 你还有脸成为我天武家族的人 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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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算不上 杀你们 我先浪费力气 叫人 叫更强的人来 这样我才能杀的有意思 我乃第五镜九冲 放眼整个天五镜 也绝对可以成为一方巨星 黄狗熊儿 大言不惭 搞死 这是五条最强杀招 最空招 天五镜没有几个人能接下 凌功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爹 怎么办 你快想想办法 你五家不是很强吗 不是后称天五郡九大家族吗 怎么 就这 叫人 继续叫人 否则 死 叫人 继续叫人 否则 死 你 封甘 庶子 千万猖狂太糟 我身为五家大长老 今天若被你黄毛小儿打败 传出去 岂不被笑话 今天就算拼了就要命 必须让你付出代价不可 你 封甘áfic that's what we still here 好 好 他的逆转经脉 这种通过激发自身潜能 使自己的功力在短时间内 以属于辅boat境界的密法 这种密法会让他轻的元气大伤 重则经脉禁断 这种一丝相波的招式 林大师就是不死也会重生 怎么办 爹 你快想想办法 爹 相差太多了 只不过上去也是白白送死 爹也是无能为力 把你帮人家 我用秘法突破第五境九重 居然还是被你压 次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难道真的是三大胜利的某位强者 阁下君是什么人 我们五家 吕英雄宗有些关系 说阁下愿意收手 我们与阁下的恩怨一批勾销 不要用林小宗来压我 但我的眼 林小宗如冲楼 若是我的实力不如他们 咋会他们被杀 现在知道羞扰 完了 现在知道羞扰 完了 太强了 以林大师的实力 吴家可能无一人是低手 若是张学人知道 林大师有如此境界 恐怕城市都毁清了 林大师就是想灭掉陈家 也是易如反掌 如此年轻却深不可塞 他究竟是如何修养了 大人 小人知道我了 先去饶我弄陈家 去饶我弄陈家 现在知道求饶了 刚才还不是嘴硬吗 叫人 继续叫人 若是等我杀上了家 陈家全灭 大人 小人知道我了 刚才的确不知道你如此强劲 叫你们放过我们 那会满足你们一些邀请 吴家在哪个方向 哪个方向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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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之内 家废主也无关的经营 无法上到余境 来封业城赎罪 这一件从封业城而来 还没有如此威能 全到底是什么实力 拥有这样的手段 至少已经达到五王境 五王境 封业城怎么会有五王境 此人未必是封业城的 或许只是路过 跟苏一霄有些关系 如今我们去兴师问罪得罪了他 看来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五万紫经 我们哪有那么多紫经 五百万上品灵经 这也不是小数目啊 一个五王要灭我五家 轻而易举 立刻取出所有五家 死尽和灵境 我亲自去趟封业城 是 林大师 您究竟什么实力啊 以后你会知道的 五家五苍雄 见过大人 家主 求我 那位前辈呢 在这儿呢 刚才那一件 是出在不下之手了 东西带来了吗 五万紫经 五百万上品灵经 就算我们五家也拿不出来啊 这里是三万紫经 一百万上品灵经 三百万中下品灵经 请大人先收下 就这点东西 打发药犯的 若是没有五万紫经 和五百万的上品灵经 不光是他们 还有呢 对死 阁下未免强人所难了吧 要知道 我五家 背后所靠的是 林肖宗 如果大人 欺人太甚的话 林肖宗 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国家 你这是要 彻底撕破脸皮吗 难道没有撕破脸皮吗 你们仅凭谣言 就来杀我 做事我实力不济 恐怕我现在 已经成为亡魂了吧 现在跟我说这些 不觉得可笑 你可要想清楚 念我五家可以 但是林肖宗的怒火 我怕是单单不去 给你三日 三日之内 当然东西没有错 五家念 你也可以去找林肖宗 谈我 我懂 林大使 五家恐怕 真的会请林肖宗的 强者出手 这林肖宗 不是只有五军强者 所证吗 这只是传闻 也许 会有超越 五军强者的存在 林肖宗 能够在玄州 毅历万载不倒 底蕴深厚舞弊 至少还有五军镜 九重巅峰强者 这种存在 放眼整个天仓大陆 也算是顶级强者 这区五军强者而已 楼也罢路 苏城主 苏姑娘 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 你们有事可以来找我 公宿林大使 武家的实力 并不比林家差 苏玉盈 作为武家 未过门的少夫人 近于他人流远 武家绝对不会 伤罢感觉 林峰 死定 就等着林峰的死讯吧 如今你的功力 已经达到了 林武进的第五重 但还需要提升 这样 你去云南商会 找谷大使 看看他 能否给你炼制 一些辅助修炼的胆药 我这就请 林公子 今日来我们云南商会 想要买些什么东西 我来看看 这里的胆药品质 是否 林公子请随我来 林公子 随便看 杂质太多 品质太差 还是太差 林公子 恕我直言 你虽然帮助爷爷 领悟了乾坤建议 但你说这丹药品质太差 是不是有点大言不惭了 说太差 是给了一点面子 要是说真话的话 这些丹药 全都是垃圾 好大的口气 竟敢说我师尊的丹药是垃圾 我师尊乃是二瓶联药师 在这天武郡 也都是民生在外 这里不知多少人都吃过我师尊的丹药 你问问他们 这些是垃圾吗 这个人也太狂妄了 古大师的丹药我用过 效果极好 他居然说是垃圾 这是羞辱的古识货 我看他就是想划众取宠吧 你说这是垃圾 那你念得出来吗 这垃圾我当然炼制不出来 你自己都炼制不出来 还敢对我师尊的丹药平头论足 云小姐 我觉得这种人 就应该赶出去 将他拉黑 永不得进入云栏商会 说得不错 这种人敢羞辱古大师 若是古大师一路追下 离开了封面城 我们上哪去购买丹药 小子 还不赶紧给古大师跪下 磕头赔罪 祈求古大师的原谅 否则你今天休想完整的 离开云栏商会 林公子 古大师乃是我们云栏商会的客卿 就算是爷爷对他老人家 也十分尊敬 你还是给古大师道个歉吧 我还没有说完呢 这种垃圾我当然炼不出来 但我炼的丹药 被这好像千万 你 我师尊的炼丹水平 在二平炼丹师级别之内 有几个敢说比我师尊强 你居然敢这么大言不惭 我说是谁在这里大言不惭 竟然是你 赵小姐认识此人 诸位有所不知 此人就是三年前 意图凌辱我的临风 没想到他居然畏罪跳崖 居然没死 还大闹我的寿臣 此等禽兽 千里难容 原来他就是当初 赵小姐的未婚夫 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 当初赵小姐 不嫌弃凌家落寞 依旧已去订婚 他就要做出如此勾且之事 哼 这是私套毒息 小子还敢口出狂野 羞辱古大师 这种人 竟应该拖出去杖毙了 就是 就如古大师 这种人 竟应该拖出去杖毙了 就是 不仅如此 他竟然还想 勾引苏大小姐 想要攀附陈竹府 还勾引苏大小姐 诸位也应该知道 陈竹府与天武郡 武家武中阳 有了婚约 现在武家已经知道 这件事情 马上就要过来了 林峰 你就等着武家的怒火吧 到时候 我看你怎么活 武家的老祖 已经被我重伤 现在正在准备赔偿 否则 武家将被灭除 武家老祖被你重伤 这么大的事情 封业臣怎么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武家是什么实力吗 那可是天武进的强者 想要重伤天武进的强者 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个人是吹牛吹上瘾了吧 田武郡武家是何等的强大 其实他能够抗衡的 莫说是武家老祖 就算是随便一个强者 都能将其碾碎 小子 你凌辱赵小姐在先 又得罪我师尊 今后这枫叶城 将无你的容身之地 林公子 你若是不道歉的话 即便是有爷爷出面提你解决 怕是也难以平息 老夫在天武郡炼药师界 从来未为质疑过 今天 你若不跪下来 给我磕头赔罪 我随便放出话来 便有人取你手机来讨好我 还不跪下 跪下 赶紧跪下 林峰 得罪古大师就是你最大的罪过 林峰 得罪古大师就是你最大的罪过 区区一个二品烈药师 本事不搭 架子倒是不小 你还不配让我跪下 你 口气真是越来越大 你知道烈药师的价值吗 就算是一品烈药师 也备受尊敬 更何况是二品烈药师 你这枫叶城北中心 周围各大城池 你还能找出第二个二品烈药师吗 即便老夫是二品烈药师 也轮不到你这个黄武小儿来羞辱 你如此羞辱古大师 莫非 你会练药 当然 你知道想要成为一个练药师有多难吗 首先精神力就得远超常人 然后才是悟性 每一个练药师都是万里挑一的存在 林峰 就凭你 既然你说你会练药 那好 咱们俩来比试一番 试骡子试马 一试便知 你敢吗 你还没有资格跟我比 我看是你不敢吧 你是怕露馅了 林公子 我看还是算了吧 最后丢人的只会是你自己 林小姐说的没错 她就是在自取其辱 既然你不服 既然你不服 我就跟你比 你还没自个跟我师尊比试 我能跟你比都是你的荣幸 不次量力 孙大师 不如我们加点赌注 不然这样多没意思 有道理 小子 你敢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爷爷 林公子质疑古大师的丹药质量 现在孙浩提出 要与林公子比试炼丹 云会长 我师尊的炼丹水平 您最清楚 这小子 居然不知天高低厚 敢质疑我师尊的丹药 还说是垃圾 简直岂有次力 若是不教训他 我师尊的颜面何在 云会长 老夫从来没受过如此羞辱 今日 老夫一定要让这小子付出代价 云会长 此人之前还大闹过我的寿臣 更是得罪了陈家与林萧宗 这种人死不如稀 林大师 您真的要与古大师一较高下 云会长怎么会对他如此恭敬 难道这小子还真有什么本事不成 云会长 此人就是三年前意图天舞我的林方 您为何还对他如此恭敬 您千万不要被他忽悠了呀 什么 你说林大师凌辱你 你太高过度了 就算林大师看上你 那也是你的荣幸 什么 云会长 您看来真是被他忽悠的不浅呀 云会长 您不会被这小子给蒙遍了吧 赵小姐 我知道你与陈浩天有过婚约 但是陈浩天 在林大师面前不止一提 吴大师 既然你要与林大师一较高下 我看你是不自量力 他还不费给我十顿比试 我先来 你不够资格 他还不费给我十顿比试 我先来 你不够资格 云会长 你今天是被这小子灌了什么米灰烫的 你怎么如此袒护他 看来云兰商会 我是待不下了 爷爷 若是古大师走了 这对云兰商会而言损失巨大呀 声望也会下降 林大师 您怎么看 我没时间跟你们在这废话 要比就比 不比的话 就不要浪 嗯 好 老夫我今日就跟你比试一番 我到底看看有多大能耐 好 那就请诸位做个见证 上炼丹炉 两位大师 那就以二品洗碎丹 作为比试内容 谁能够炼制丹药品质更高者获胜 品质差者失败 两位可有意义 无疑 那就开始吧 果然 他根本就不会炼药 这是 想偷学吗 若是炼丹有这么容易偷学的话 那炼药师还不满地捧 他根本就是在华壮取宠 别看他表面波澜不惊 其实内心早就已经慌乱不已了 别看他表面波澜不惊 其实内心早就已经慌乱不已了 爷爷 林大师真的会炼制丹药吗 怎么还不出手 不会只是吹牛吧 不要往下斜论 看林大师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应该有自己的打算 领会长 我看这小子根本就是唬人的 他的年纪比我还小 怎么可能去胜 炼制丹药最重要的是 对火候的控制 以及对药材药性的了解 少有偏差便会导致失败 就算我师尊炼药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一丝不苟 不敢丝毫答应 他妄想偷学 可笑 林会长 这小子最会忽悠人了 天武郡武家 已经来枫叶城打算找他麻烦了 我看你最好还是离他远一些 小心被殃 天武郡 找他麻烦 为何找他麻烦 他与苏宇宁勾搭上了呀 那武家不得找他麻烦吗 到时候武家一来 他自己就到了 哼 又算武家找上来了 那颜奈何不了林大师吧 兵会长 看来你被他忽悠的不浅呀 倩然说出如此可笑的话 哼 是你太无知了 你 师哥已经炼药完毕 车市容单了 这小子还没动静 认输无疑 哼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你练这丹药的手段 粗造 这丹药能靠 今天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炼药师 看到没有 他根本就不会炼丹 一下就暴露出来了吧 有哪个炼药师 会将所有药材 全部丢进炼盘炉 这绝对会暴露 混成所有药材 云会长 你现在还不觉得他是在忽悠你吗 用这种炼丹方式 只有他才做得出来 可笑 糟了 林公子是真的不会炼药啊 现在下结论有点过早 云会长 你不会真觉得他这样乱来 能够炼制出丹药来吧 他若是真的炼制出来了 我给他下跪磕头 哼 你这简直就是浪费药材 药材在炼药师眼里是最珍贵的 等彼时结束 我再向你问罪 随着一个二品炼药师 怎么可能知道我是怎样炼药 只有了解药材的特性 以及将火候掌握到极致的人 才能这样 哼 这叫一心二用 哼 我就看看你 怎么叫一心二用 老夫断定 过不了几个时期 就会暴露 那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 怎么会吃 他怎么还没有菠萝 什么味道 好浓郁的药香 丹城 出炉 原来是我师尊的丹药以成 这丹香自然是我师尊的 古大师不愧是二品炼药师 果然名不虚传 这丹香的品质一文 就是上等的丹药 你们确定 这丹香是古大师的吗 不是我师尊的 难道是这小子的吗 就他这种不懂念药的样子 能够炼制出丹药 他已经不错了 还望想追求品质 孙大师说得太好了 这种人能炼出丹药吗 不对 有两种丹香 在古大师的丹药 还没有出炉之前 就出现了一种丹香 古大师的丹药出炉之后 明显出现了第二种丹香 我也闻到了两股丹香 不过有一种 似乎逐渐被压制下去了 我也闻到了 难道这小子真的念出了丹药 即便他念之出了丹药 那种最浓郁的丹香 一定是我师尊的 凌峰的丹药 专门就没有拿出来 即使是有丹香 那也是古大师丹药的丹香 很快就会水了石出了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他的丹药 怎么可能有这么浓郁的丹香 哇 好纯净的丹香 你真的会脸的 你是比古大师还厉害的练药师 你真的会脸的 你是比古大师还厉害的练药师 祖子丹香 这丹药的品质 绝对已经达到了上上层 这样的练药师 能有多少人呀 况且还是如此年轻的练药师 日后成就难以想象啊 这还用笔吗 你一定是作弊 你这样乱来 怎么可能念这书上上层的二品丹药 你绝对作弊 孙大师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大家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他还怎么作弊 之前的确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林大师的确要比古大师厉害 若是能服用这种品质的吸退丹 我们必定能进步神速啊 如此天骄 就算是天武军第一天骄 陈浩天也比不上了 不可能 林大师在上 请受我一拜 林大师 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刚才冒犯了紧 请一海涵 我愿拜你为师 请林大师成全 师尊 您怎么能卖他为师 师尊 您怎么能卖他为师 林大师 烈腰水瓶 远在我之上 拜他为师有可不可 古大师 先请 我还没有收除的打算 不过 你要是留在云南商会 我有空也会十点一二 呀 多谢林大师 林大师真让老胡大开眼睛啊 如此年轻的炼药师 放眼整个天仓大陆 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呀 哦 林大师现在的水平 不止可以炼成两品丹药吧 这二品丹药不就是炼着玩吗 哦 那这一心多用真的能炼成 这很难 对精神力的要求极高 所以啊 想要一心多用 这五道的境界 也是重要条件之一 哎呀 如此说来 老夫怕是炼不成啊 只要古大师一心一意 将火候掌握到极致 这炼制药材的时候 就能做到完美 荣丹与温药丹药的时候 也对火候有极高的要求 所以 古大师只需要提高 对火候的掌握 便能提高药品的品质 啊 多谢林大师指点 老夫受益本浅啊 你们赵家时间也不多 陈家或是林萧松要来救 那也就是找死 你不要得意 我绝不相信 我赵雪儿会逗过你 你不要得意 我绝不相信 我赵雪儿会逗过你 哎呀 看来 赵雪儿所言并不能信 林大师如此天教 岂能做出那种龌龊之事啊 赵雪儿以为自己攀上了陈浩天 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却不曾想到 只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罢了 不过话又说过来 林孝宗在玄州 确实很有势力 您虽然是炼药师 武道天赋也很强 但是实在是太年轻 若是与林孝宗撕破脸皮 怕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去去林孝宗而已 他们若是来了 灭了便是 虽然你炼药水平高 但在武道上 怎么可能与林孝宗抗衡 还灭了林孝宗 你口气太大了 不如林大师加入我们云莱商会吧 我们云莱商会在天僧大陆 也是顶级势力 以林大师的炼药水平 与武道天赋 必然会受到云莱商会的重视 到时候就算他林孝宗 也不敢对付你 不必了 我还不需要借助他人之手 古大师 还请古大师为我准备洗髓丹 养魂丹 炼骨丹 紫金破绽丹的药材 越懂越好 林大师稍等 我这就去背上 关于加入云莱商会之事 还望林大师考虑一下 这对林大师而言 百利而无一害啊 是啊 兵姑娘 我会为你炼制一枚 七命悬门单 给我炼制 七命悬门单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 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余姑娘是不是一到此时 就会突然的浑身发冷 甚至凝结成霜 而且从小就有这个情况 林大师怎么知道 林大师所言一点不错 这症状从我出生开始就出现了 即便是动用云莱商会的力量 也都无法医治 林大师 您既然看出来了 那是不是有了七命悬门单 就能医治好 这症状是不是到月圆之时 便愈发的圆中 是 目前 也只能靠着这样的特殊暖域 才能缓解一些 其实这不是什么病症 而是一种 罕见的体质 没想到 我在枫叶城连续遇到 两个拥有特殊体质的人 余姑娘 你这种体质叫做 冰破旋体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体质 拥有这种体质的人 若是不能觉醒 非但不能利用起来 还会对身体有痕 冰破旋体 这我倒是听说过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特殊体质 一旦觉醒 修炼速度越超常人 林大师 那冰心 也是这种情况 余姑娘的冰破旋体 没有觉醒 所以 非但不能利用起来 并且 还会对身体有害 若是服用了 七命旋门单 再加上我出手相助 便能让冰破旋体 觉醒 之后 你的修炼 便可一日牵连 并且 修炼冰属性的功法 更能相得益长 还请林大师 助冰心一臂之力 冰心 反击不尽 林大师 林大师 你所要的药材 会好了 运会长 这些药材多少钱 林大师 严重了 这些药材就送你了 以后你需要什么 进一会来取 我这里分管不去 那就多谢了 另外 还请尹会长 准备炼制 七命旋门单的药材 可能 要费点心思了 不在我身上 行 那我就先告辞了 告辞了 林大师慢走 哎呀 如此天骄 如果传扬出去 肯定引起不小的震动 谷大师 请问这七命旋门单 是极品药品 七命旋门单 虽然我们有见过 但是据古迹记载 应该是七品弹药啊 七品弹药 莫非 林大师已经是七品弹药师了 什么 难道 林大师去练 七命旋门单 这怎么可能 他即便是能够练制出 上上层的二品单药 但他年纪才不到二十岁 怎么可能是七品弹药师 难道 他是从娘胎里开始练药了 林大师 深不可测 估计比我们想象中的 更加恐怖 别说七品弹药师了 就是四品弹药师 也是受到万众的敬仰啊 更何况 就拿林肖松的 逛风弹药师 这仅仅才是五品而已啊 我现在开始有点可怜赵玄儿了 不仅没有珍惜林大师 反而要陷害 甚至于赶尽杀绝 日后 怕是肠子都要毁清了 爹 玄儿 何事啊 怒气冲天呢 林风那小子居然是个炼药师 而且 连古大师的炼药水瓶都不如他 什么 他竟然还是炼药师 我现在突然感觉到他深不可测 绝对不能让他活下来 我家那边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家主 大小姐 常住府那边有消息出来 五家的人来了 但是又走了 具体什么情况 不得许是 你回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林风说的话是真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天狼 属下在 这里面是一些灵精 你拿去修炼 在灵霄中弟子考核之前 必须突破到玄武镜三宠 玄武镜三宠 有问题 完全没问题 属下一定全力以赴 好 我会为你炼制几枚洗髓丹 助你突破 赵家来信 那个杀了陈飞的林风 居然还是一个炼药师 而且能够炼制出上上城的二品炼药 还说他们也想借武家之手对付林风 但武家那边去了枫叶城 却又回去了 并又找林风的麻烦 实施颇为弃强 诸位这么看 那小子的年纪和玄尔小姐相差无几 却已经成了二品炼药师了 看来这些年 他倒是有个奇遇 难怪敢跟我陈家一级林霄中教肖 不过 既然与辞子与劳恩怨撕破了脸皮 那就绝不能让他活下去 陈肖 你见过那小子 你如何看 家主 那小子非常的强制嚼张 但也深不可测 他应该对我没有使出全力 这种人留下来 必定给少主留下巨大的麻烦 陈肖 你先到武家去打探一下情况 然后去联系裁救公 让他们去杀了林风 是 好强大的气场 阁下前来有何贵感 我找林公子 服药的东西带来了吗 这是补齐的紫荆和尚品明经 大人清点下 量你也不敢耍花呀 之前有太多的误会 还请大人高抬贵手 我武家绝不与大人为敌 武家要是愿意臣服于我 我可以可能 什么 臣服于主人对你们武家只有好处 将来你们武家定能成为天武军 不 玄州第一家族 大人的实力虽然我等不如 我武家也认灾 但是夸下如此海口 我想未必辣了吧 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 日后定会有你后悔的时候 这次不过是前一之计 等到林霄宗出手 这些战我武家终究要你全部谈还回来 家主 如何 林峰居然让武家沉毁他 简直是亲有寸礼 林霄宗什么消息 仲天辰来消息 一切等林霄宗来天武军 考核招收地点的死亡 一起生亡 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我们再等一等 那时候他们怎么吞进去的 就让他们吞出来 百倍偿还 好 家主 武家并不肯套路任何信息 此事十分轻巧 但裁军公接受我们的任务 正敢往封业城 不管武家什么情况 到时候我们就能知道临天的底细了 家主英明 林大师 我已经将七名玄冥蛋的药材全部准备齐全 还请林大师出手炼制 林大师再造之恩 冰心莫尺难忘 不会是迎来商会呀 这些都是顶级的药材 想必一定花了很多钱吧 若是将冰心的冰波玄体决心 花再多的钱都吃 林大师 这七名玄冥蛋 那是七笔的弹药啊 而且非常难以炼制 就是七笔的炼药师 也没有绝对的吧 那你用的炼药师级别 到底是到了何等的程度啊 这普天之下 就没有我炼不成的药 好了 我要开始制药了 就是这里 我并没有感觉到 强大的气息波动 有气息 玄武进二重 好强大的杀戮之气 你们是什么人 小小玄武进二重 别敢拦我们的路 林峰何在 主人不在 但是我劝你 最好不要招惹主人 否则 你会死得很惨 饶你一命 告诉林峰 想要里边的人活命 就到城外武士里 落凤坡找我 你们是什么人 干嘛我们 我只等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内 林峰没有出现 总是吧 主人应该在云南上回 我必须马上告诉他 成功了 这曲蜜悬门单 已经炼制完成 接下来 鱼姑娘先吃下这弹药 我再出手相助 就能觉醒 林伯旋 那有劳 林达吃了 鱼姑娘 待会儿我出手的时候 需要你退去上衣 你 一切听从 林大师安排 快 快进 好 鱼姑娘 请退去上衣 我要帮你练花 西米选门单 同时疏通你的筋脉 整个过程 会有一些痛苦 林大师尽管出手 我能承受住 嗯 知名 多人 什么事 之外 他人 给你 炼 你 其实 那 我能承受 相攻 墙川 我能承受 你的冰魄旋体已经觉醒 五脉也已经提借到圣洁 我还给你传递了一个 冰属性的天阶功法 冰云绝 日后你的修行定会一日前 多谢林大师 冰心日后定效全马之劳 不然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这不是天狼帮帮主吗 他怎么受伤了 看情况谁要是出了眉头 毕竟是死路一条 主任你咋然啊主任 主 主 别了 怎么回事 主任 天狼有父所托 夫人 夫人和妙龙姑娘被人抓走了 夫人 都让您去城外的武士里的落风锅 要不然就让我去偷尸 救死 放开我 别弄 让我自己弄尸 放开我 让我自己弄尸 不 下银 我林峰来了 把他们给放了 我给你们留全尸 不 下银 赶紧走别管我 少爷 赶紧走啊 少爷 你救夫人 我就算是死了 也不会让他们威胁你的 闭嘴 再也不闭嘴 死 林峰 我们的目标是你 若想让他俩活命 就自裁吧 自裁 真以为抓了我娘 就能威胁我吗 我此人从不受威胁 怎么会这样 这七夕是我 情报有误 他的实力 就算是公主也无法抗衡 说吧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裁决者 是谁派你们来的 陈家 还是武家 裁决者 从不报了公主信息 真以为你们不说 或者不知道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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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陈家 你们裁决公要杀我 我没有意见 但是不该碰我年和灵儿 这是我的逆灵 处之必死 饶命啊 回去告诉你们的公主 让她过来 给我娘磕头道歉 否则 等我杀上门之时 就是你们裁决公覆灭之人 滚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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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 娘 娘 娘 没事吧 没事 辛苦了 娘 小心点 林大使 夫人 娘 妙良姑娘 是我无能 让你们受苦 天堂公主 你已经精力了 不要自责 快起来 林大使 不如江夫人 安排在我 临来上会吧 在我临来上会 没人敢闹事 就算她林孝东 想不想 是啊 若是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后果不堪设想 在事情解决之前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为这样 那就麻烦你了 小事上 何须客气 公主 怎么回事 你受伤了 那个林峰 实力恐怖无比 我等在他面前 直接被镇压 毫无还手之力 他的实力 可能应该打了五王镜 什么 五王镜 林峰说 让你跪下来赔罪 否则 才觉着将封面 要我跪下来赔罪 好大的口气 我才觉着 在天舞郡纵横多年 即便是九大家族 也对我们忌惮三分 我倒要看看 他有多大的本事 海天地两大才觉者 前往枫叶城 他们二人联手 即便是天舞九重 能够抗衡 五王之下 南逢对手 去 财觉者 等你们很久了 我们乃是天地 财觉者 你敢口出狂言 让公主给你下跪赔罪 先过我们这一关 你们错了 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等杀了你们两个 财觉公 将彻底消失在天舞郡 大眼不惨 一起杀 杀杀死了 居然不能动了 这尾鸭 难道真是五王强者 小小的封业城 怎么会有这种五王强者 不是 五王大人恕罪 我等不次有意冒犯 还请告诉你们 我说过 你们只有一次行 很可惜 你们已经浪费了 五王大人 留着我 你杀了我 更有价值 你们在我的眼里 不过是蝼蚁而已 但想想留着你们 还可以帮我做事 现在看来 没有这个必要 财觉公 今日覆灭 阁下是何人 闯我裁决者 总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就是你们要杀的林峰 那个什么天地裁决者 已经被我杀了 下一个 就是你们 什么 他们都死了 我已经给过你们行 你们不珍惜 所以这裁决公 必须负面 你真的是五王 这真的重要吗 我归一下 请我王大人饶命 我财觉公愿意 听从大人号令 现在请不让 接过 大人 我可以把大人灭了 赵家 请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 赵家我抬手可灭 而你裁决 已经触碰到老大匿名 所以 必须死 赵家 你们究竟招惹了 因为怎样 恐怖的存在啊 从今日起 天武军再无裁决过 家族 刚接到消息 财家公一夜之间 全灭了 所有财学者 无以生还 什么 财家公被灭了 财家公可是能够 与我们九大家族 相批评的存在 说灭局限中灭了 谁干的 不清楚 没有 看来财家公得对的 什么强者 几会被找上门 水利林小冬 弟子考课 只有三天时间了 赵家来信 林峰这小子还活着 难不成 还真的要让这小子 参加弟子考核吗 弟子考核的时候 浩天到时候 应该会出现 若是我们应够 利用林小冬的 强者出手 倒是可以 集结掉林峰 辞职 绝不能留 林小冬 你不可能留他 必定擦此而口快 此时 等浩天来到这商业 爹 我刚收到消息 浩天哥已经回到了陈家 在明天弟子考核之前 我们就去陈家商议 如何对付林峰 没想到当初的一个废物 三年之后竟然给我们 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早知如此 那时候就应该让他失误 现在杀他也不晚 他身上肯定有更多的秘密 到时候一起挖出来 岂不是对我们更有利 不错 他能够有今日这般成就 身上一定背负着天大的秘密 胃口倒是不小啊 还想要我的秘密 我说过 林小冬弟子考核之前 你们自费双腿 到我娘面前下位为罪 否则 赵家 是你 林峰 明天就是弟子考核了 你要是赶乱来 绝对不会有好伙的吃 放心吧 今日我还不会闪 不会让你亲眼看着 你是怎么举荒的 但是赵家今天必须为之前做的设计 做出代价 爹 爹 我说过不杀你 但我没说过 我不杀赵武天 今天 赵家除了你 do this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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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个开始 你所谓的礼仗 在明天 都会亏飞延灭 浩天哥 这回家没了 我现在只有你了 我求求你帮帮我 求求你帮帮我 薛爱 你放心好了 有我在 我一定会帮你杀了那混蛋 孙长老 这个林峰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此人不仅是一个炼钥匙 而且实力也很诡异 若是不除掉他 然后 必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陈家主放心 他只不过是一个黄口小儿吧 敢与林霄宗为敌 那他就是自寻死路 即便是他有其余 不过三年时间罢了 我就不信 三年时间 他就能够与林霄宗抗 他身上肯定有不少的秘密 若趁此机会挖出来 我们肯定收获颇丰 有道理 这一次一定不能让他轻语地死掉 要扎干他所有的家 哼 他杀我全家 明天 我要让他身边的人 一个个都死在他的面前 放心好了 明天就是宁萧宗弟子考核 我要让和这小子有关的人 全都死在他的眼前 放心吧薛爱 我今天一定能杀你 林霄 杀我族人 今日 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他就是林霄 看气息不过是抽武镜 看来 是犹豫在隐藏自己的力量 浩天哥 不能让他死得这么轻松 得将他好好折磨 他身边的那几个女人 也不能放过 放心吧 我已经打好招 今天 谁也别想 就是你杀我武家长老 夺我武家资源 怎么 武家还想要讨回去 不错 我武家若是被你欺凌 以后还如何在这天武军立足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好吧 他就拭目以待了 我弟弟为了你差点被赏 你若是现在去伺候我弟弟 或许我可以放你一条生命 武中阳大师就有自耻 我也劝你们 千万不要招惹林大师 否则的话 你们武家可不是不能立足 而是灭族 让我武家灭族 你当林霄宗是什么 玄州最强势力之一 若是连你们几个都解决不了 谁不成了笑 很快 你们就知道自己是不是个笑话了 武师弟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林峰 不错就是他 他到现在还妄想以林霄宗抗衡 丝毫没有一丝认错的觉悟 真是无知 林霄宗在玄州 只有剑中能够与之媲美 剩下两大中门都不如林霄宗 我看你真是 我是千刚地后 我奉劝你 现在就给武师弟跪下 否则 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 我真不知道 你们哪来的自信让我想回 今天若不是让陈家和赵玄儿绝望 我甚至都不会来参加什么考核 因为你们林霄宗 不太 渴望 如此渴望 既然如此 那等到考核的时候 让你知道你有多可笑 林大师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你充满了敌意 林霄宗肯定也准备出手 小心为上 就凭他们也想算计我 倒是你们要小心 对 今日是林霄宗在天武郡 选拔弟子的日子 只要年龄低于25岁 境界达到真武境一层 五脉达到玄界 便可有机会参加考核 这考核的内容很简单 由萧瑶宗的弟子手类 参加考核者挑战 只要通过五招 还能站起来 便可通过这第一轮的考核 这第二轮的考核 就是对五脉和古灵的特色 如果这两岸考核 都能达到要求 便可成为林霄宗的弟子 接下来考核开始 参与考核者 可自行上来一台挑战 我来 在下张勋 曾武进二重 前来挑战 林霄宗 庞宇 请 曾武进二重的实力果然霸道 还未出手 我们就被这股 强劲的胃压 震慑的动弹不得了 什么 张勋的刀法 可是同境界无语 庞宇竟轻松协议的 接住了这一斤 只需一张 就将不可一世的张勋击牌 不愧是林霄宗的超级妖孽 下一位 你一个处境 没有资格参加考 现在可以了吧 你 你 你废了我的丹田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废了庞宇的丹田 我今天来 可不是为了加入林霄宗 在这之前 林霄宗是要杀我 现在我就站在这里了 不服的 可以来站 林霄 你太狂妄了 你当林霄宗的人 是你想废就能废的吗 你就是陈浩天吧 听说你是林霄宗第一天交 你上来 我们来切磋切磋 我不屑于你 是不屑 还是不敢的 什么第一天交 在我看来 不过是一个 基本派的懦夫罢了 今天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怎么才是第一天交 林姑娘苏姑娘 让他们见识见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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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节五脉 都是神节五脉 那是 拥魄玄体 这怎么可能 它不是神节五脉吗 怎么变成神节五脉了 天下子出来两位神节五脉 我不是在做梦吗 一个神节五脉 就已经能够震摊天昌大陆了 现在出现两个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 这岂不是 三界大陆都得疯抢了 林小宗这一下 与两个神节五脉的天交 产生了恩怨 这以后 没法活了 他们若不 教育我 林小宗 那就必须要处定 我 教育我 林小宗 最大的呼喊 陈昊天 在我出现之前 他们并不是神节五脉 是我让他们成为了神节五脉 你所谓的那些骄傲在我里面 若抱 可能 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 赵雄 我说过 今天我会让你彻底的决定 我想要造出一个神节五脉 进来一句 哪怕是黄金五脉 也不在话下 但是你却永远没有资格得到我的帮助 你少在那装枪做事 黄金五脉 何等孔 是你想制造 就能制造得出来吗 孙昭 此人如此狂妄 不把龙小宗放在眼里 并不能轻饶了他 林峰 你说圣节五脉 能制造 这明显就是无稽之 众所诸之 五脉来是天生的 若是可以随意变化 那这个世界是圣节五脉 与黄金五脉 你不是一抓一大 说的有道理 圣节五脉 与黄金五脉 何其恐怖 千万人中 也难选出一人 其实他说能制造 就能制造出来 当然 这一次出现两个圣节五脉 也着实造人哪 林峰 你搅了我林霄宗的考核秩序 还打伤我林霄宗的人 现在还在此大言不谈 今日要不将你拿下 我林霄宗岂不是在宣招成为票啊 你拿下 说凭 林峰 快放在我 林峰 你快放到他 道学啊 陈家和林霄宗不是你最大的影像之一 现在陈浩天就在我手上 怎么奈了 混蛋 快放了浩天 保得我保证 举全宗之力 让你生骨无吞 是吗 那就让我看看林霄宗怎么让我失控 浩天 浩天高 林峰 我记得一定要让你受伤出这对 林峰 你不得好死 我不得好死 当初 你为了我林家的九转大环丹 将我打出悬崖 就没有想过自己会不得好死 陈浩天乃宗主的亲传弟子 宗主在他身上耗费了多少心血 如今 你废了陈浩天 宗主不会放过你的 赵勋 我说过 今天让你体会到真正的觉 现在就开始了 这陈家 不是你最大的靠山之一 我就先灭了陈家 陈家 陈伯父 爹 爹 爹 陈家要是不服 大可以叫人来杀 不是说 这陈家还有天无尽的强者吗 叫出来杀我 林峰 你这是在奔军子路 再打火相救 我先杀了你 林小松不是要杀吗 现在给你机会 叫你们的强者来 我要打开杀戒 请求大长老出山 小儿 我林小坊强者降临 定让你死无全是 你身旁的人都要与你陪葬 我林小松若不将你碎尸万顿 今后还有何颜面 在全州立足 今日我林小松就杀鸡敬喉 告诉全州 所有的人与我林小松作对 杀无射 今日之后 玄州下来 小松 小儿 我林小松有武军强者 如果连你都杀不了 他岂不是笑话 我绝不相信 就算你天赋一饼 如此年纪 也不可能是武军的对手 林峰 就算你有天大的奇遇 也不可能在三年的时间内 比武军还要强大 在你们的眼中 只是三年吧 我所请的 你们做梦都想不到 连给我皮鞋的资格都没有 林大师究竟有多强 这是林小松 怕是真的要被灭族了 哈哈哈哈 龙头小儿 大天赋 今日早日突然让你明白 还以为林小松为敌 使你此生反下最大恐怖 林小松大长老冷清拳 传说他的绝世功法 清拳神功恐怖至极 从没有人见过 对啊 只要见过此功法的人 都会变成一具尸体 可此不差 天理难容 林峰 你的死期到了 哪里来 我真危险 我疯了 被你撩萨了 怎么可能 区区武王近六重 应该在我面前救折 继续叫人 叫武军出来 林小松的功老 居然被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到底是什么实力 难道是武胜 今日林小松怕是 踢到了真正铁板 要覆灭了 怎么可能 他到底有多厉害 继续叫人 否则我先杀了 不知阁下是何方神圣 我林小宫愿意 你话干给我一波 只求阁下能再给一次机会 别废话 继续叫人 难道 你一定要拼得 鱼死网破吧 鱼死网破吧 鱼死网破 继续叫人 否则下一个就是你 我叫 我叫 鱼死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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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人再原谅我武家一次 我武家愿意臣服 吴忠阳 你也太软弱了吧 竟然会臣服于他 这也不是因为你 我武家怎么会投居大人 更不会平凡损失这么多长老 若想死 我不拦着 再别拖累我们下 你们武家会后悔的 我看后悔的是你吧 你到现在还没发现 大人的实力早已超过林小忠 就算林小忠任何人来 结局都只有死路一条 你倒是识趣 不过机会只有一次 你已经浪费 大人 还请大人再给我武家一次机会 我武家不烫到火 再死我不辞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 现在就将陈家 剩下的族人全部斩杀 一个不是 我或许能放过你武家 大人请放心 今日后不会再有任何一名 陈家族人活在这世上 我现在就去陈家将他们诛灭 后天 赵雪 陈家请裁决者杀 我便命了整个裁决宫 这便是与我为敌的下场 抬决宫居然也是他灭的 林霄宗宗主 和太上长老来了 一定能够将你斩杀 这便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 可惜啊 他也救不了你 太上长老来了 林霄宫 你死定了 你一定死定了 我林霄宗自剑宗以来 从未受过此等屈辱 今日若不能用你的血 来洗刷耻辱 我有何眼面 与见我林霄宗的列祖列宗 太上长老 此事实力实在可怕 您可千万不要丢一轻心呢 知识五军进一场就这样了 我还是很可能 他不然能听说看出我的实力 而我却看不透唐人的实力 难道真的 我们可能不可能 我说你不要浪费力 你的权力 连我的一根蛤蟆 我只要为你 我也会出手 正来让你回省点 不可能 就连他还伤长老 都不是他对手 阁下先吧 我林霄宗 愿意与阁下商量 阁下需要什么 我林霄宗都能答应 林霄宗愿意臣服于阁下 林霄宗都需要臣服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才是林大师战政的实力 一个林霄宗 揮手可免 现在求饶 不觉得太晚了吗 刚才的嚣张戏业 怎么没了呀 阁下行动 我林霄宗与阁下 并不恩怨 你这些都因造权药而起 你一定将造权药 随时万段 还请阁下 给我林霄宗一次机会 你现在 只有一条 哥 那就是死 太上场了 五军竞强者月须子 就这么死了 太可怕了 这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只是一时糊涂啊 选哥哥 我还是爱你的 我还是爱你的 真是恶心 都这个时候了 还用连祈求林大师的原谅 小雪啊 你觉得我还是那么好偏吗 刚才不是还咬牙切齿 让我死 怎么 现在不准 适当害怕 选哥哥 我真的 我还是完毕之声 如果你想要 你可以随便玩弄我 选哥哥 我真的错了 现在知道恐惧 知道绝望 三年前 你为了我林家的 九掌大完蛋 把我推下悬崖的时候 那个冰封 就已经死了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放心吧 我不会杀 杀了你多么意思 我会让你给绝望 你想干什么 让你成一个废 在没有任何靠山的情况下 我看了 我多久 选哥哥 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真的 我可以当你的丫鬟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不要背我的秀文 我就叫你了 不要背我的秀文 一切都已经完了 成为黑暗 行走的光 终于要迈出最后一步 因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